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在自由职业当中几乎一定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自由职业者是通过为其他的个人或者是企业去提供服务的 那么如果你提供的是海外的,比如说像斐兰瑟,对吧,或者是说像其他的一些平台 那么OK,像这些平台呢,他往往是不会要求你去出去发票的 但是如果说你为国内的某些企业去提供服务,那你一定避不开一个问题就是 我需要开具发票,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挠头了 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只有企业才能开具发票 所以呢,他们会选择说,OK,我去注册一个企业也好,或者我注册一个个体户也好 这样我就能去开具发票了 对于我们每个个人来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像企业一样 给其他的个人甚至企业去开具发票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完成我们的收入的录入 那接下来我们去聊一聊,我们怎么样以个人的身份来去开具发票 这个开具发票呢,其实是从2020年3月份开始 因为疫情的原因,那么税务局开通了个人的线上的代开业务 所以呢,我们才得以说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开具发票 过去呢,虽然说我们个人也可以开去发票 但是你会发现,你需要跑税务局,由税务局呢,帮你进行带开 那如果你的额度比较小,或者是说你离税务局很远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开发票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行为 但是因为疫情的催生,使得现在个人也可以在线上去开具电子发票 所以呢,现在我们发现,每个人去开发票都变得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只需要在网页上点一点,支付我们相应的税的费用 我们就可以完成发票的开具 所以呢,我希望将我这样的一个经验分享给你 帮到正在自由职业路上的你 希望帮到你可以更好的去完成自己的自由职业之旅 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电脑当中 来看一看具体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发票的开具 我们的发票的开具呢,其实是使用的国家税务总局当中 浙江省电子税务局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线进行发票的开具 而且呢,它并不限制你的开票人一定是浙江的人 或者是当前身在浙江 即使你现在不在浙江,也可以去开具电子发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具发票 首先呢,你需要在电子税务局登陆你自己注册账号 可以看到这里我已经在右侧呢,已经完成了这里的这个登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点击我要办税 在我要办税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发票业务 点击发票业务,选择普通发票代开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些免责声明 那这个呢,你需要自己确认一下 这里面的信息要看一下,特别是红色的这一条 你在去开具发票之前一定要确认信息 避免开错了,因为开错的话 它不像我们开的这些纸质的发票 还可以去作废,可以去冲红,可以去退税 电子发票呢,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的 所以这块呢,我们需要去注意 点击同意,并进入到下一步 然后呢,会提醒我们哪些业务是没有办法开的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就会进入到一个开票的业务 这个界面 那么在这个界面,我们点击确定 这里呢,会让我们选择具体的带开的发票种类 那对于增值税撞发票 目前呢,还是不支持线上带开的 所以呢,我们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这也是大家在实际开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 你要告诉他,你能提供的只有普通发票 你开不了专票 当然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公司 他要做进账,报账是已经足够了 专票呢,只是可以帮他去抵税 那我们填发票 接下来我们一个填 首先呢,是生产销售行为 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呢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零售或者是服务或者生产 当然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就职业者来说 我们提供的都是服务 所以呢,我们选择服务 征收税率是0.1 然后购买方呢,我们就可以填写对方的一些信息 那这里呢,我们以腾讯为例 对吧,我们在天眼查案找到了腾讯的一些信息 然后呢,我们来填写 你在开发票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两个信息 一个是前名称 也就是上方的这个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器 然后复制 名称填写在这里 然后呢,会有个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呢,你也可以在下方找到 当然,如果你是平时去帮别人开发票 他一般会把这些信息给你 你在开发票的时候 填完以后,你一定要把这个截图给他看 说OK,这个信息是不是对的 如果是对的 那接下来我就要去开去发票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是填写销售方的信息 比如说你的地址 你要填一个地址 然后你的这个纳税人识别号 当然纳税人识别号 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号 然后还有这个电话号码 基本上这几个信息是必填的 然后我们可以填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填写完地址以后就够了 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和电话这几项 这几项填完以后 我们具体去选择下方我们要开票的这个服务名称 在这里面的其实分为很多类 一般来说我们作为自由职业者 提供给我们的客户的是现代服务 在现代服务当中呢 他就有很多了 比如说你是做现代服务 或者研发服务 或者是信息技术服务等等一系列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研发技术服务 然后呢这里就可以你可以选很多东西 比如说计量单位是次 数量是一 对吧 我单价呢也是一 表示呢对吧 我给他提供的票 最终呢是以单价一来计算的 这里你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一般开票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说的就是含税的金额 也就是说我最终这票是多少钱 那比如说这里我们就要填一 当我们的含税金额是一的时候 我们最后我们会发现 这里的价税总和是一元整 同时呢我们的产品的本身的单价 变成了0.99元 当然这里呢是 大家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会看到就是 你拿到的商品的价格里其实是加了税的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在备注这里呢 如果说啊对方有要求你在备注里写什么 比如说我们说啊 公众号广告服务 对吧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进行填写 那么填写完成以后点击提交 他这里会说啊你要录入一条货物信息 那我们说公众号广告 我们把这个信息填完 然后现在信息填完以后 点击提交 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些信息给补上 然后我们点击确认 他就告诉我们提交已经成功了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填写我们的邮箱 还有我们的手机号 这个信息呢会在稍后 他们会用来去把电子发票 通过邮箱和短信的方式发给我们 然后点击下一步进行确定 他就会进入到开发票的这个环节 在开发票这个环节的时候呢 他还是会涉及到支付税费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你比如说我这一次 是没有什么英纳的增值税 对吧 因为我这个开一块钱的 他没有什么税 所以呢我就直接拿到了我这个发票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发票 保存对吧 把它下载下来 你需要注意的是 他默认保存是没有pdf的这个后缀的 所以你比如说想发票后缀 然后把它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当然我这里应该是 发票.pdf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了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票额度比较大 那你就需要进行像样的税费的一个支付 当然我觉得税费的支付这部分呢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这里呢我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整体来说呢 开票的流程就是这个样子 你需要填写购买方的一些基本信息 以及你自己的一些信息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完成 发票的一个基本信息的录入 然后呢选择你提供的服务 以及价格 就可以进行开具发票 那如果说你的发票 有对应的增值税的缴纳 那就会弹出一个窗口 告诉你说点击按钮去支付费用 然后呢你支付发票的这个税务的费用 然后就可以提交了 整个流程其实非常简单 那大家如果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或者说我的公众号文章下面去留言提问 然后如果看到我会给你签样的解答 如果你在自由职业的路上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你在视频当中 或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的问题 我看看我能怎样才能帮到你 好了 那我们关于这一次个人如何开具发票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